哇 我的心裡也慢慢地從嘴唇邊方向游出來了 欸 大家仔細看喔 有沒有發現到旁邊已經開始有一大群的小魚 馬上給團團包圍起來了耶 甚至已經開始準備要來享用早餐驚扎從頭上游過去 哇 真的好驚險喔 欸 各位先頭來賓趁這個機會趕快捕捉這美麗的冷雨雨的瞬間 甚至有一條大棉被游上來了 這個非常體型龐大的生物是空女人 直接把思域人員給蓋住了 之前跟妹妹看到這個畫面之後 她真的笑不出來喔 她一邊看一邊哭 哭著說 還是玩好可怕 那獸是真的把人給丟下去喔 好 看起來像不像是在吃人喔 其實沒有啦 大家仔細看 為什麼這些生物會如此的激動呢 目前在思域人員的手上 拿著一包很像是藍綠色又偏芥末綠色的這個顏色袋子 裡面裝的呢 就是他們今天的早餐 那到底會有什麼東西呢 通常會有切塊的像是青魚 球刀魚等等的一些新鮮的魚貨 還有呢 小小細細的昨天有拿去餵魚的南極蝦 都在這個袋子裡面 難怪這麼香 這些生物當然正要扒上去好好地享用他們的早餐囉 那咱們正趁這個機會我們來認識有誰吧 現在 在思域人員的前方 就有五隻小型的鳳魚 有看見嗎 體型比較小 不是因為他們還是小朋友 是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個體較小的生物 再來 哇 有隻好奇怪的魚 直接游到思域人員的頭上 哇 嚇了思域人員一大跳 這個魚是誰啊 之前阿 都看到了這一隻魚之後就好精分喔 跑過來跟我說 哎呦 小細細就是金沙 哇 這個畫面看起來真的很驚訝喔 這個魚怎麼這麼激動呢 我要告訴大家 因為他真的真的很喜歡自育人員 而且也非常期待他的早餐 他到底是誰呢 之前打工看到他之後 跑過來跟我說 哎呦 你們海生館 真的很厲害 不論是國立的喔 分色一樣 那幾隻大隻啊 好 垃圾一樣的跟人一樣 那怎麼做的呢 好 告訴大家 他不是垃圾魚 他的名字叫做糞魚 好 糞怎麼寫 噴水的噴去的 吼字邊 掛上魚字邊 糞魚 好 糞魚呢 是鯊魚的親戚 所以他其實也有著高峰的背脊故障 然後跟鯊魚一樣 都去使用 塞臉 喚氣 呼吸